看视频不如来看老男人说游戏 大家好,我是李秘密 哦,随着时间的流逝 再加上我这个经验丰富的原神老油条 我用了八天的时间把冒险等级从32级提升到了42级 显然在我高强度的升级下 后期的升级资源已经非常匮乏了 每天就是日常积攒传说任务的钥匙 开启传说任务和邀约任务 自从我的客情满命后 我发现这个世界的小怪物们实在是太脆弱了 你看我打这些小怪物们简直就是虐待呀 哎,太惨了 瞧瞧今天是周一,顺路去趟雪山吧 把雪山的日常我们清理一下 哦,这次任务雪山给了我一个射击冰桶的任务 我就喜欢这样的任务啊 作为一个男人设的准是必须的嘛 完成了大世界的日常任务和雪山的日常任务 我们要去干点什么呢 哦对了,今天是周一啊 我们去欺负欺负周本的boss吧 但是驼子哥我们就别欺负他了 不然我们会被驼子哥打死他 嗯,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拿哪个周本boss开开刀 就你吧,小哈士奇 看看你会给我们掉什么好东西 按照我的人品怎么也会给我掉两个技能升级材料吧 哦,是真的不给我面子呀 下一个我们就去打风龙吧 我在风龙那里多少还是有点面子的 哦,你们看这个风龙多么的听我话呀 我们抓紧输出他吧 看我们的小客情伤害是多么的高呀 有几下就把他打倒地了 我们抓紧,疯狂的输出他吧 等一下,好像这个词用的有点不对劲呢 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 你们看我的客情在满命的加持下 穿着一身垃圾生油 都已经能横草大世界了 太强了 我们来看一下风龙会给我们什么 这次一定会给我两个材料了吧 虽然这两个金色的生意物属性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在风龙这里多少还是有一些面子的嘛 接下来就是这个公子了 这个家伙的脾气好像不怎么好啊 上来就把我的班尼特给秒了 看来单打公子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嘛 可惜了,他碰到的是我这个原神老油条 那么我就拿出我三成的功力来对付你吧 哦,公子这个坏家伙 又把我一级的小号给弄死了 可恶啊 哇,这里我的小技能第二段居然能打出一万五的暴击伤害 强啊强啊 哦,公子到了第二个形态 我们这个满命的客情信使号我感觉用着挺舒服的 这里有的小伙伴应该就问我了 我作为一个雷克为什么要用七击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生意物没有成型前 我还是需要一些重击来打伤害的 这就是一个高手对游戏的理解呀 各位小伙伴如果有什么原神的问题 可以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哦 我会一一回复大家的 也可以私信里秘密加入我的原神群 有什么不懂的 直接在群里面问就好咯 哎呀,这个公子实在是太难打了 我们快进一下 不知道这个家伙会给我们什么呀 果然呢,不会给我们什么好东西啊 不过这个杯份还是不错的呀 可以给我们的油拉拥有 最后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冰树 看看我们这个小颗型的伤害到底怎么样 先把盾给它破掉 哦,还不错嘛 我这个小雷克情初暴击打怪我还是蛮疼的嘛 嘿嘿 各位小伙伴,我们下期再见